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的频道 今天来看看这一棵石湖 这个是台湾的英石湖 这一棵没有开花 因为它的花季不是现在 那这棵我已经种好几年了 你看它这个芽非常的多 我算过好像有六十还是七十芽 非常非常多芽 那它主要 它这种在台湾主要是产在乌来的地方 台北的乌来 那现在应该没有野生个体 所以也不用看了 大部分现在都是交配的个体的后代 我这一棵也是 那这种英石湖呢 其实它喜欢的环境不是我这里的环境 我这里的环境长得不是很好 你看我这里的都是干干扁扁瘦瘦的 会有偶尔会有粗粗的感觉 像这个 但其实长得不是很好 因为它喜欢的是那种潮湿的环境 你想一想看台北的天气 台北的天气就是山区的话 每天应该冬天的时候都会下雨 然后它的那附近的环境是比较闷热的 因为它是盆地嘛 所以它长在那个乌来山区的地方 应该是在冬天的时候是每天会下雨的 所以它那边的环境状况就跟南部的环境状况就差很多 那很有趣 那个这种殷石湖在哪边有呢 在中国在缅甸 泰国好像也有 然后辽国那边也有 那你看哦 它在台湾就只长在乌来这个地区 它很奇怪 那它是台湾在台湾是台湾的原生种之一 那我这一颗是很久很久 我这一颗是以前在台北买的 它是在那种 它是说是很久很久的山彩珠分崖下来的 不过这种话听听就好 因为你也搞不清楚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它的照顾方法很简单 它只要给它足够像我现在给它足够的阳光 它就会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 不过呢 它的环境就是不适合那么适合它了 所以它很难长得有点肥肥壮壮的 它就是长得 呃 干干干干干的 然后要死不活的 其实也没有要死不活 就长得还不错 但是就是就是干干的 那它这个会有腰身 你看那有没有 它有一个腰 一个腰 一个腰身 有几种石湖有这种特征 风腰石湖 就是很明显它会有腰身 然后过来就是 呃 总结也会有这种特征 然后呢 跟这个长得最像的就是金钗石湖了 金钗石湖会有最大的特征 它就是会有这种腰 这种腰状 其实在部分产区的金钗石湖 有时候跟那个 跟殷石湖真的分不太清楚 我有看过那个很像很像 很像很像 这种很像很像殷石湖的金钗石湖 非常非常像 两个个体几乎长一模一样 只有开花开出来不一样 呃 是非常有趣 因为 狼花这个东西 尤其是石湖蓝这个东西 有时候你真的不开花 你真的搞不清楚它是什么东西 虽然呐 外表都长一模一样 像 黄贝壳跟红贝壳 两个东西也是长一模一样 就长的外表一模一样 它就开花开起来不一样 好 那这个是殷石湖 那我还有其他的个体 我还蛮多个体 殷石湖我收很多 那我有收泰国山区跟泰国的 然后还有辽国的 那其实在这我这里的环境都不适合那么不不太适合种植的 主要还是这里 因为它在城市里面 它的湿度太低 所以 种起来就是瘦瘦干干的 虽然 活的还不错 因为你看我现在已经种 我从那种很小盆种的 我从那个 买来大概只有四五只种大小 这样种种四五只 小小的 一直种种 种到现在五六十只 种很长一段时间的 那 它就是给它一个蛇木板盯上去以后 就一直丢在旁边 然后它就一直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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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它就是也没有长得很好 就是我就说的 它长 它的那个球巾跟它的 就是没办法长得很很很很壮 就是干干瘦瘦的 但是没办法 因为这里的环境的问题 我看过我朋友在那个兰园 就是它的园子里面种的 那好壮 就是每天湿气足够的时候 它会长得很壮 那没办法 因为城市的阳台 真的没什么湿气 这路台真的没什么湿气 那通常它们种在园子里面的 为什么环境状况比较好 就是因为它们是种在那个农地上 或者是泥土上的时候 夜晚的时候会有那个水气 尤其是那个靠山去的地方 它夜晚水气会增上来 所以那个它的根部会再吸收一次水气 那种感觉就会差很多 这跟城市里头差很多 所以就没办法养的那个壮壮的 就是养的这种 嗯 就是 就是感觉还好的状况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颗 另外一颗也是 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一颗也是 这颗也是英石斧 那这颗也是干干的 也没办法 那这颗是我把它钉板的 那钉了板子以后呢 它的根部就趴上去了 那 呃 其实我什么都喜欢把它钉板 所以 英石斧也是把它钉板 那 没办法 因为我这边的环境不太适合用盆子 那这颗就长很多 这颗我就不知道是哪里的英石斧了 不确定是哪里的英石斧 它长很多 它个体就非常的长 那 它因为它的环境也是一样 我这里的环境 反正就干干的嘛 所以它的那个植株也就是干干的 就没办法长得 你像这个钢 这个是给人家买的 你看原子人家长的 长的状况是这种 很粗壮的 那相对 相对 英石斧 我觉得我这边的金钗石斧比较好长 我这边金钗石斧 因为金钗石斧是一个很 很耐干的石斧 我觉得 金钗石斧它原产地 比较偏大陆那边 那金钗石斧它的 我看过那个 金钗石斧种植的书 他们有专门在卖一个叫金钗石斧种植学 去露天的时候就可以找到 我有买一本 那那个书里头就有讲说 他们怎么种金钗石斧 原产地是很好玩的 原产地它把它种在那个石头上 它们大量的繁殖 因为它们当药材 拿来吃的 跟我们种那种 狼花不太一样 它们原产地 它就把它种在石头上 就是很多很多块石头 把它种在上面 然后用皮苗出来以后就种在上面 然后好像几年后就可以采收吧 因为它们主要还是拿来当食品用 这种石斧 其实每一步软 只要是石斧类在大陆都把它拿来当 就中国啦 那边就把它拿来当作 那个当作中药材使用 它有什么好处呢 我也搞不清楚 去查一下 反正有人拿来泡茶 有人拿来 因为它这种石斧 都含有一种叫石斧碱的成分 那石斧碱的成分是 他们会大部分都觉得它是有益健康的 但是你实际上问它说 就可以做什么 它就说什么滋阴补羊 反正就是你也搞不清楚它的功能 讲那么多你也搞不清楚 它实际上有什么功能 只是就是拿来吃 就是拿来泡茶 拿来吃 然后有益身心健康 应该是这样子 好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殷石斧 那 我把我最后把殷石斧的东西贴出来给你们看 因为我之前有拍过 拍的比较漂亮 那其实这种殷石斧 如果是在北部环境 你可以重重看 我觉得它比较适合北部 或者是比较适合那种农地的环境 就是人家做篮园的环境 像我这里就比较不适合 干干的 那没办法 因为这里的环境的问题就想讲 那不够很好长 很好长 很壮 它能随便长一长就这么高 只是能不能长得很壮 它就是看你的环境的问题 我这边有其实好几颗 掉在这上面 那什么是 什么是那个 什么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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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这边的环境就蛮适合的 那它可以长得非常的壮硕 然后 呃 但是我觉得它对 它对那个红蜘蛛的抵抗力比较糟一点 通常这种原生种的石斧 每一种对不同的 我觉得啦 每一种对不同的 不同的 这个 病虫害的抵抗力不太一样 像这个是 呃 这个是那个 蓝与红石湖 现在很好笑 现在 今年的气候是很果异 是不是 我的那个 有一颗 红宝石竟然要开花了 红宝石的花季绝对不是现在 红宝石的花季是那个 5月4月的时候 然后现在突然看到它要开花 就是觉得好神奇 怎么乱七八糟的乱开 今年的气候还是怪怪的 每年 就是每年的环境都不太一样 但是每年 我们都每年 这几年越来越怪 就像我昨天 po的那个文章一样 因为北极圈现在大火 你看那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现在在发生 OK 我现在的 我现在频道走向应该是 除了兰花之外 我每天补充一些 我希望 我希望 希望po的一些知识 或者是一些 有的没有的 因为 因为这原来那时候频道 时候做的时候就有这个东西 只是那时候后来就没有时间可以做 那我会做一些 小知识啊 或者是冷知识啊 或者是 我觉得比较特殊的东西 没人在提的东西 我会来做做看 OK 好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 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感谢您的收看 你看这个 这个 还在开 它非常的漂亮 它 但是它就是 就是 你看现在温度太高了 我觉得它卸得好快 它是有一点点开始变黄的感觉 就表示这个有点快卸了 好快 这也不到一个礼拜 OK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